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昆山科技大学企业管理系老师洪通光 我们这学期这个网路课程科技管理的这一门课 然后这个今天是讲这个第六章的部分 技术移转 所以我们之前上礼拜讲到第五章的部分 就是你会发觉说其实很多的公司 如果今天他要开发新的技术去开发新的商品的时候 其实也是有很多的选择性 比如说我们上礼拜有提到说 可以透过内部跟外部的一个考虑 内部比如说你可以透过自己自行研发 当然这个它的优缺点就是我们上礼拜有提过 优缺点大概也是就是优点是可能可以自己的技术可以自己掌握 可是缺点的话就是怕耗费太多的资源成本 然后可能也有风险性 比如说这个技术开发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如果有遇到问题的时候如何去突破这个瓶颈 所以说内部的部分 然后外部的部分可能透过一些策略联盟 或者是技术移转或者是比如说委外来 来做一些比如说跟一些这个政府机构或者是研究机构来合作 这当然就是外部的不外部的它当然是风险性就比较低 可是就是说你要去找到你觉得关键的技术 再去跟他做这个这个洽谈 这不是非常容易 所以这都要有一段时间来运作 当然是双方要达成协议才有办法来做这个技术的取得的部分 所以就接下来就是技术移转 这可能就是由外部透过一些签约的部分来得到我们新的技术 当然这个技术移转的时间当然会有一段时间 因为你可能在双方达成协议之前 你可能要先去了解说这一家公司的技术 是不是能够运用到你的新的商品的开发上面 然后公司有没有这个人才来学习这相关的技术 如果说没有的时候怎么来克服这个部分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今天我们第六章就会谈到这一些这些议题 所以我们进入到这个这个里面的内容 好所以技术移转它其实是它有它的一个定义 技术移转它是一个组织或者是一个国家它所拥有的 然后创新产品或技术的秘诀 然后要移转给其他组织的国家使用的过程 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有一家公司它有独特有一些技术 然后它想要分享给其他的公司的时候 它其实是可以透过技术移转的模式 把它的这个部分销售给其他的公司 当然这个部分就是你要双方要达成协议才有办法完成这个技术移转的这个部分 当然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双方要有意愿 如果只有单方面有意愿这是没办法来成功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目标导向 比如说我要技术移转大概就是我要是运用到什么的 我的产品开发的部分 就是要有一个目的 就是我为什么要做技术移转 然后接下来就是双方要互动 在这个技术移转的过程 可能就是你双方都要有负责的人员 然后在可能这个公司他可能会派工程师或者是学习的人员到你的公司来学习这部分的技术 所以双方就是要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窗口 然后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要跟谁来反应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要强调 这样有比较好的一个互动的一个关系 所以这都是我们说的技术移转 他其实是也是要有一个沟通的过程 不是说你今天签约完以后技术就马上拿得到 这个没有说 因为技术他有可能是要一个时间上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你才有办法来做好这个技术移转的部分 所以技术移转的目的他主要就是要 为什么要很多公司他会想要做技术移转 因为他可以提升他的产品的品质 就是强化他的竞争力 当然这个就是他的诱因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知识移转 知识移转 那有可能就是只是一些观念性上的一个部分 就比如说你可能今天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可能有一些know how 你知道怎么来做这个想法 这个也是可以做知识移转 所以说知识移转 他也算是技术移转的一个部分 所以他是与知识分享 然后他可能就把你的 所知道的知识移转 他透过知识的外化分享 互补跟重效的作用 然后带给这个组织 比较有利用的一个价值 所以当然这个是我们说的 知识移转 好所以说这个技术移转 他其实是一个主要就是说你要去了解说他到底是不是 他也很明确 到底说我要做什么要很明确的 然后我要谁去做 哪一个部门去做 这个都是要很明确的 然后是一个企业要主导 比如说可能公司的高层 他今天他的决议 我可能就是我今天要 带什么新的技术进来公司 那我透过技术移转 这个都是要高层他去做决议 当然这个就是我们说垂直性的 由上往下来配合 然后他是一个正式性的 因为你如果不是说突然决定 因为要双方来同意 双方这个企业来公司来同意 他才有办法来达成协议 这就是正式性 他不是偶发性的 所以这都是我们说的要有一个计划性的 才有做这个技术移转 好 这个这边有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日本的一个 一个钟表的大厂 叫做SEIKO 就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 日本的这个这个制表的这个品牌 他当初他就是因为他主要早期 都是做这个电子的这个钟表为主 就是说就是比较不是这种传统式的 那当然他就是为了说 能够进入到这个传统式的 十英的这个这个钟表的领域 然后他就是派就是跟这个瑞士那边的公司 来做技术移转的和谈合作了 最后就把这个十英的技术 达成这个写 达成双方签约 然后去他的公司就派人到瑞士去学习 学习这部分的技术再带回到他的公司去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技术移转的一个例子 好这个技术移转大概就是有分几个部分 大概就是你有技术秘诀的移转 也有产品的移转 也有比如说也有制程技术 产品技术的移转 所以这大概是我们说的这种移转的部分 其实是很多元化的 你今天也有可能是一个制作的秘诀 配方 这个也是一个技术移转 或者是说你是整个产品的部分来移转 比如说产品是怎么做的过程 这个也是可以移转的 所以这都是我们说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有些人 它会透过模仿的技术 模仿的技术 然后设计的技术 所以你可能透过这个技术移转里面 你可以去模仿它的做法 然后再把它衍生出来 变成你自己的一个技术 这个也都是可以 然后设计的技术也是一样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技术移转 它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在学习这个过程 然后主要就是我们说的 可以从这个技术提升各公司的这个技术水平 另外一个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威力汽车 这个在中国大陆的一个车厂 他们其实是也是跟台湾的车厂一样 就是在引擎的部分 它其实是也是有遇到一些瓶颈 然后不过就是说它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些制造商 他们其实是有这个能力去变购 还有其他的公司 当然有些公司它可能没办法 就是用并购的方式直接购买 那这可能就是跟对方来谈这个技术合作 就比如说跟那个三陵汽车 日本三陵汽车来做技术移转的合作 就变成说可能它可以去制造三陵汽车的这个车子 然后日本可能这个三陵汽车可能可以把这个相关的技术 它做一些移转给这个这个威力汽车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技术移转 当然技术移转的内容 这个就是要双方公司去谈 当然就是要能够对双方都觉得合理 然后可以接受才有办法来达成这个技术移转的动作 另外一个这个就是一个美国的这个机体电路的工厂 然后这个台积电跟他做合作 然后直接就是台积电跟他购买这个技术的部分 所以这是制程技术的移转 就是制造的这个步骤 就是在生产线上的一个技术移转的动作 所以这个我们说的技术移转其实是很多的方向 就是有制造的过程 也有产品也有产品的技术的部分 这都是我们说的其实是很多的细节 另外一个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一些研发丹流量研发机构 就是或者是就是像那个工研院 在外面可能他有很多的这个工程师他可以 就是可能公司他可以找这一家研究机构 然后购买一些产品的技术 工研院可能会透过技术移转的方式 来把这个技术卖给这个我们说的 这个类价公司所以这都是我们说的 这个新融化电子他直接就是透过这方式 来得到一些一些一些他的他的关键技术 另外一个这个也是大义科技 这大概是我们这个国内的一些一些一些 技术移转的例子 好所以说这个技术移转其实这个就是 其实就是要累积经验了为什么这个会有这个技术 因为有可能是内部自己的研发的部分 可能是遇到一些问题 因为技术移转他的速度会比较快 然后也有可能这个技术移转的这个内容 可能是已经比较成熟了 这可能是这一家公司他本身已经有这个能力 你可能透过这个跟他来谈 然后来直接透过技术移转的方式取得他的 已经成功的技术 当然这个风险性比较低啦 当然这个就是要对方也愿意来把这个技术 来卖给你 这都是我们说的一个 一个要去谈的 好所以说这个技术移转 当然就是这个就是你要有 双方都会有团队来合作啦 就是要连续性的移转 那当然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最好不要有内影的知识 内影是什么就是没有公开的 然后可能也没有记录 可能只是掌握在某些人的 所以说我们都会外显的知识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现在很多公司他其实是 很多资讯他其实是公开的 然后当然公开不是说是网络全部公开 他可能是有时候他是透过全公司 他可能有这个 有这个不同的阶层的人 他可以看到不同的资讯 当然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外显的是 是最是现在是最好的 内影大概都是隐藏在某些人的一个部分 好所以说这个技术移转 他其实是一个连续性的 连续性的 然后当然内影知识 他其实是比较不好的 内影知识是不好的 当然这个就是会 渐渐的会影响全组织 当然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移转的类别 好所以说这个大概是你会发觉说 这个是有他的一个流程 所以说这个技术移转 大概是我们刚刚有讲 就是有这个模式也有几种 一个是我们技术移转只有产品的部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授权 就是说我把这个部分授权给你来制造 所以说你可以来使用这个技术 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一个就是专案 就是我可能只是设计某一个型号的 某一个款式的商品 你是可以用我的这个技术 当然这个就是要当初签约的时候 就是在合约书里面就要说明 另外一个就是合资 就是双方可能我们前一章有讲过 就是双方都是投资了一家 就是合作开一家公司 去制造某一些商品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透过可能对方 可能你跟对方来 比如说你可能买下他的一个 这个工资部分 就比如说入股到他变成他的股东 或者是把他的这个部门 把他买下来 拥有职部门 当然这个就是 其实是可以得到他的技术 就有点像并购 并购又把那个公司把它买下来 当然这个除了品牌之外 然后你可以买一下他的技术 所以这些 这个市场上其实是有很多的例子 像鸿海他直接把日本的这个Sharp 这个品牌 这个公司买下来 当然这个就是他就握有这个Sharp的这个 这个里面技术的这个专利 就是他的拥有这些专利 好所以说技术移转 他其实也是有很多影响的因素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 环境的特性 比如说现在的环境 市场上环境变动 那你可能就要去了解说 技术移转的部分 有没有这个 这个机会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提供者的特性 接受者的特性 还有技术的处性 比如说技术 他是属于高的 就是技术能力要高的 或者是中的 或比较低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有一个沟通管道 他才能够 这考量因素才会完成一个好的技术移转 技术移转 那最后技术移转你要去评估它的效果 当然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从做了以后你要去了解说 到底我做了之后 有没有得到这个当初预估的成效 所以这都是我们说的要回馈来评估 好 所以说这个技术移转 其实它其实要有很长的一个沟通的管道 比如说在这个过程里面 学习的过程里面 可能双方都要有一个畅通的一个通道 去了解说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来解决 当然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不管是 只有技术本身 它可能还要接受跟提供者双方之间的认知 所以这都是我们说的技术移转 其实是 虽然只有 简单的四个字 不过它其实是很复杂的 好 所以说技术提供者 当然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你今天如果是技术提供者 你可能就是透过技术移转跟它来购买这个技术 当然 这个 这个你就要去了解说 为什么它要去提供这个技术 当然这就是我们说的 你要去了解它的策略 还有它的公司的规模 因为有可能技术提供者它的规模 如果这公司可能 有可能它的一个 比如说公司的规模太小 有可能你会怀疑说 它到底有没有办法你来完整性 来提供它的完整的技术 或者是说会不会是一个 一个诈骗的一个方式 它提供你技术结果是其实是没有的 所以说这个都是要先去 做一些市场调查 当然这个都是一个 你要去成功技术移转的 很重要的一些考量的因素 所以你会去考量说 它的公司规模大小 然后它有没有一些专案的经验 有没有说曾经跟 某些公司有达成这个技术移转的动作 还有它的管理阶层 有没有 在这公司的营运上是不是有问题的 好 所以这都是我们说的技术移转 不是说我们自己本身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技术提供者 它本身也有问题 所以我们可能都要去了解 然后技术接收者 这个当然就是我们本身 本身 那当然这个就是你要去了解说 我今天有没有 那个技术有没有办法去学习 那当然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公司组织结构 规模大小以及经验 管理能力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然后最最重要的是要沟通 然后我到底能够投入多少的经费 来做这个技术移转的动作 那当然最后就是员工的教育训练 当然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能够让员工来 来 学习这个技术移转的部分 然后最后变成 这个自己公司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技术 所以技术本身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技术的类型是什么 然后它的内容 还有它互不复杂 然后它新鲜度是什么 新鲜度就是在市场上是不是 已经有的 是不是比较新的一个技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互加价值 就是我用了这个技术之后 有没有让我的产品 产品有成 可以卖的更好 或者是说有它的一个品质更好 就是它的互加价值 好所以说技术移转 当然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有所讲的 就是说 技术移转大概就是有在右手边 左手边这个就是说 我们不是透过技术移转 我是自行来研发 当然这个就是 这个是最好 当然这个就是如果说你没办法 达到这个第一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找第二个阶段 策略联盟 然后或者是直接 并购合并 来得到技术 当然这个是 花的钱会比较多 你可能要跟对方来买 就是把对方的公司买下来 然后或者是 算花的公司合并 这个当然这个都是成本比较高 最上面这个策略联盟是比较低 就是你可能跟另外一家公司 策略联盟签约 然后做技术移转的动作 好 然后这个如果不可行的话 就是第三个阶段 它就是可能委外来做其他研究机构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什么工研院 它跟国内 当然是技术移转的部分 或者是说直接购买 在公开市场 就比如说你在 在网路上面 或者是在一些公开的 这个什么 这个产业的这些新闻里面 市场里面 它有意愿来 销售它的某一项技术 这个也是技术移转 好 所以说技术移转 它其实是要有一段时间 过程 所以大概是你会发觉说 它其实要双方来 它可能都会评估 比如说这个技术提供者 它可能会评估 所以这家公司 为什么要来买我的技术 它是要用我的技术去做什么产品 所以这大概它也会 它也会去关心的一个部分 然后两边都要去评估 都会洽谈 然后最后会有一段 磋商跟订约的过程 最后就是说 最后就是我签约完成 开始就会进行技术移转的动作 所以这也是我们说的 另外一个重要就是你要人员的训练 在这整个技术移转的过程里面 其实 双方的人员都要有 一个是要教 另外一个是要学 所以大概是我们说的 双方都要有人在互动 互动的一个部分 好 这个刚刚我们大概有提过 技术移转 大概就是说 在环境 技术提供者跟接受者 另外一个就是技术属性 它有 难易度 新鲜度 外显性 跟技术类型 所以就在这个技术移转里面 大概就是会有一些 需要去沟通的部分 比如说你要有互动 互动领域 互动领域就是 我到底是什么 在什么方面来互动 然后用什么方式来互动 比如说你是用 视讯 或者是用网路的 或者是用电话 或者是直接人 人到 比如说双方的人开会 或者是人直接到工厂里面去学习 这叫互动 互动的频率就是多 一个礼拜几次 或者是一个月几次 就是互动的频率 然后沟通管道用什么方式 然后规模是到底是 几个人 或者是部门 或者是到一个公司的高阶主管 这叫规模 然后最后就是你要去评估它的绩效 这待会我们再来讲 好 所以说这个互动大概就是我们说的 领域里面大概就是你会 需要最高层的部分 就是你要去了解说 遗转的内容是什么 然后什么 遗转多久 大概就是我这个遗转可能要 评估几个月或几年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授权的费用 当然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要去谈说 到底我要遗转多久 要花多少钱 比如说你可能会 需要技术授权费 还有什么服务会 还有什么服务佣金 或者是你要你的户款是一次互新或定期 定额分期 这都是要去谈的 好 然后互动的话 大概就是你会发 这我们刚刚有提过 就人员的交流 部门租名之间的交流 组织的交流 当然这个就是 有些公司他可能 就会有正式的团队 来学习这个部分的 技术的部分 所以当然这是我们说的 要去思考的 好 互动的频率大概就是说 你要去了解说 到底是用什么方式来 过多久的时间 来做这个技术的 移转的过程 当然这就是我们说的 一个 很重要的部分 然后沟通的管道 这就是你要去了解说 到底他的一个 怎么来 比如说你是面对面沟通 电话系统 电子系统 还有书面沟通 这大概是我们说的 要能够 双方要能够 常常能够来沟通 这是最好 不要说一方能 一方打电话 可能对方就没有接 或者是没有回应 这是比较不好的 一个沟通的模式 好 最后是互动的规模 到底是到什么层级 层级 高阶 然后 当然是高阶主管 他如果能够有一个 互动性 这样是最好 就变成说底下的员工 他会知道说 原来 这个我上面的主管 他是 这个 知道有这件事情 然后所以底下员工 他会很认真来学习 你这个计算 技术移转的部分 好 最后就是技术移转的绩效 这当然就是我们最重要的 因为你每个 每个一个部分一定都 最后都一定会去了解 到底这个成效如何 所以第一个就是 引进技术是否创新 然后是否真的可以用 然后是否没有 有没有达成 间接是什么 间接可能就是你要有一些 组织上的调整 能力到重新分配 技术能力能够提升 然后市场组合 产品组合的改变 然后个人机会的发展 就是透过技术移转 你可能有些员工他会 学习到新的技术 当然这个就是他可以让他的 技术能力提升 最后就是文化价值系统的转变 所以技术移转的绩效 其实刚刚我们讲的 那是大的面向 这边可能就是会 把它再细分 技术移转移转移转 第一个就是要提升获利能力 因为你学习新的技术 其实就是要 开发新的商品 当然可以增加公司的利润 所以你会发觉说 提升获利能力 第二个就是提高人员的技术能力 当然就是 素质提升当然就会 缩短开发时间 然后技术运用生产 可以让生产的速度加快 那最后就是 我们说的提高品质的 这个过程满意度 第一个就是服务满意度 然后比如说消费者顾客满意度 这产品的品质很好 那当然他们满意度提高 目标达成进度达成 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技术运转 让我的生产的部分 它可以加快 然后另外一个 那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销售量 可以很快的达到我们的一个 当初预估的这个数字 好这个是 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大陆的车厂 上海汽车它其实它 它是透过技术运转的部分 它跟那个 那美国的一个 零组件的公司 那个 德尔福 它在学习这个 油电混合的技术 当然就提升技术能力 它也帮这个上海汽车 它可以提升它这部分的技术 然后当然对它的 绩效是有很大的帮助 好 所以技术移转它其实是 有几个方面 技术面 技术面 技术面跟过程面 技术面大概就是说 你可以有没有经济效应是否达成 就比我们刚说的四占率 那个还有一些什么销售量 这其实是比较容易看得到 技术面大概就是 比较 比较 就是比较直化的 你可能说技术有没有提升 量化就是可能就是经济面 那过程是不是说你产品的开发 是不是能够 很快速的把产品做好 所以这大概是我们说的学理上的 一个 一些技术移转绩效的一个面向 好 所以说技术移转大概就是说 有一些 成效 大概你会发觉说 技术移转的丰富程度 还有动机还有吸收能力 这个其实都会影响到移转的成效 比如说你今天 我已经 双方谈好这个技术 技术移转 可是 接受者他吸收能力会比较差 有可能他的人员 训练上来讲 他可能 有些就是可能跟他的技术程度上 有一点落差 比如说他可能 技术移转的过程 他的技术是比较 比较高阶的 当然他对一些能力比较不足的员工 他可能就变成说要长时间去学习 这个比较高阶的技术 当然他就是有一点困难点 所以这吸收能力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采纳的动机也是一个问题 到底是到底为什么他要用这个技术 当然就是要去了解 好 另外一个就是移转速度 移转速度 移转速度 所以你会发觉说这个技术定义 他要很明确 到底我是 技术是什么 然后我到底的范围多大 然后是不是有提供适当的科技的设备 我的这个技术 是不是我需要搭配什么的 机器设备 能够把我这个技术发挥出来 这都是我们说的要有一个明确的 一个定义 好 那今天我们就 这个课程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同学 谢谢大家